開創新興技術 不能只在單打獨鬥 管理局推動科學園區新興科技應用計畫 鏈接學研創新能量 促進產業軟硬整合 發展關鍵技術 培育科技人才 引領竹科產業蓬勃發展 這次來的Sample 這次來的FreeTrip整個設計 我們把它放在TO的CAN 然後讓到STAR的板子上 我們會照顧它的散熱這一塊 看起來結果不錯 精緻達光電有一個比較獨特的技術 就是我們用Waver Fusion的方式去做 將VCELL製作成導裝芯片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FreeTrip VCELL的技術其實大大的跟手機是結合的 要在有限的空間裡面擠進更多的功能 如何能讓器件或說component能夠更微小化 導裝芯片就提供了這樣子的可能性 這時候我們的導裝芯片導入了一個所謂的Dressable 就是我們可以做多區的控制 能讓3D感測把揮到更極致 我們很努力做到的就是商品化 但是回到Device Physics 還是需要學校老師的團隊來做這一塊支持 科管局的計畫需要學界參與進來產業界的這個過程 從學校的理論推到實驗 然後推到產品的這一塊給我們很好的Bridge 所以非常感謝科管局的協助 企業了解市場需求 學界具備實驗能量 雙方各有所長 透過管理局穿真引線 產官學組成一個又一個堅強團隊 除了VCELL倒裝芯片外 這個合作模式在量子點封裝領域 也取得競數領先 這次申請的計畫 主要是結合幾個重要的元素 一個是AI 另外一個是QD 一般的這種傳統的LCD 讓它的色域 如果沒有用QD這個技術 很難達到是這麼好的 QD這個東西就是量子點 一般的用法大概都是把它變成一個整個模 然後放在背光模組的上面 我們這次比較困難的就是 QD這些粉末直接放到LED裡面 發光材料喜歡就可以大幅的降低 我們用QD的話 我們在2020可以達到90% 使得這個色彩看起來 能夠更符合人眼所需要的色域 一個光學的面板看 所以我們把距離拉遠的話 它的距離度就會 就會像我們一般 背光模組一樣 所以後續應該是針對 優化的那些參數 然後再去針對那個最佳的 藉由學校去做simulation 那公司去跑製成 產品的開發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model 對學生來說 公司的這個技術的驗證 學理上的東西證實出來 那學生也是學習還蠻多的 所以當他之後他畢業 他想要就業 我們找到一個可能一個一兩年 相關我們要的這個技術經驗的人 進來我們公司服務 我可以把它稱作是一個很精準的人才 培育的一個平台 計畫不只在陰體的部分取得突破 軟體部分同樣有亮眼的成績 想像說手術以前開刀 很大部分其實要靠醫生的經驗 但是因為現在的影像其實很多了 包括電腦斷層核磁共振 還有包括像這個神經的走向 血管的走向 其實可以提供給醫生很好的 像壁圖一樣的一個資訊 我們利用機器視覺來做自動的辨識病人 然後再把這個資訊呢 很快速的去跟CT或MRI的影像 整合在一起 然後呈現出最新的座標 給醫生還有這個機器 科管局除了經費的益助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是 幫我們找了很多的這個 不管是學界或產業界的前輩 還有教授 一起來看我們這個案子 跟我們一些指導 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事情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推動新興科技應用計畫 以產業需求為導向 進行業業結盟 同時引進學研個技力量 近年來成果卓著 我們期待透過政府資源引導 與園區創造力 有效縮短產學落差 加速新興產業發展 持續領航智慧科技